亲爱的李老师,各位师兄姊姊,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老师,八月一号来天,我们刚刚毕业是二天, 那时候我很紧张,就把他轮上说,不用产生性了。 我就开始用信号线刀跟心脏,搞的时候,响声很大,四次。 我跟老师说,我很怕,老师说,响声,我发现了,四次。 他的手脚都病人的蓝色,脚也蓝了。 后来我们一直挑,有几个师兄叫做,缓真压,也说,缓精神缚缚, 有天天的一条,在医院的时候,在照灯了老父都是他的血管, 导正大有一些 后来我们一直调调调到 星期五发生星期上 都没有一些的 星期四就出院了 还有我的妹妹 8月10月8号 中够 星期日晚上 星期五发生 星期三十二点几月 后来的姐张来的时候 她说你快点用彩虫去调调 我们就调调 玉栋到她的头部阻塞 医生说要打七条八的那个策 后来我说不要 如果打痛那时候血管就会有危险 不打痛就会有危险 后来我说不要 没有 他坚持说要用长生来治疗 用长生去治疗 治疗到晚上三十万 星期日 星期一啊 星期一 定量的 定量十万 大便就到四楼 四楼我还是直接咬他的头部 那时候他不会讲话 我听不懂 我一直抓他的头 我来咬去我这个头部 三个钟头 到四点一刻我就回家 我的里面叫我留下来 我就不要 我说明天要不要理我的负照 后来早上半点后突 突然间怎么讲话呢 后来之后就可以讲话 不是不下的意料 对啊 星期二我就可以去 聊理我的负照 在医院叫他 星期三 星期四出院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原来讲 你原来讲 那个手脚 舌头都变紫了 它原来是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要见到 你讲 为什么 我明天 他头都变黄色了 手脚都变了 后来 我只是用七号舌头 有些心脏 跟七号舌头调 它是什么毛病才变成这样 譬如说摔伤啊 车祸 车祸 到现在还是 还没有 记忆还是很长 所以你们有继续跟他调整吗 对不对 谢谢 继续跟他调整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所以你的妹夫是中风了之后呢 所以你坚持 不要让医生开刀 然后 拔针拔针 不要让医生打针 然后用 常证学把它调 就是调 就是调头部 调头部 调头部 他手中 调了之后呢 过后 各天 吐了以后 就能够开始讲话了 哦 你跟我讲话 还没有 他手中 不然话 他的嘴巴的 他一身 他一定不想 他一定不想 那个树叶 他那个树叶 他就把他放 后来奥特帕不讲话 他说 为什么你放做我 我们的妹妹是不知道 是不是放 是用那个 那个水 吊水 你一下 你拿去吧 哈哈哈 哈 我不知道 好 我们谢谢 张师姐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